看看新闻吧 还是另有目的 估计这其中的奥秘 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八字面相分析李晨张新宇分手原因 如此八卦的网页标题 出现在了广告网页上 是一点都不奇怪 但这样一条内容 昨天居然出现在了范冰冰的微博上 对 你没有听错 是冰冰 微胖界翘楚的那个女神范冰冰 这到底是不是本人发的呢 这条微博是已经被秒删 但眼尖的网友还是在第一时间截了拼 那么问题就来了 冰冰 李晨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你可别惊讶 要说李晨出现在范冰冰的微博上 这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今年三月开始 两人就已经有了面落的互动 晨哥终于合作了 为了一个节目缝了22针也真是够了 你要不要这么酷也是满拼的 看着这微博内容 两人的关系绝对悲浅啊 不错 小编掐指一算 范冰冰是在2000年签约华裔的 而李晨是在04年加入华裔这个大家庭的 虽然现在范冰冰已经自立门户 但是相信作为曾经的同门师姐师弟 情谊大家都懂的 而不久前的两个人一同参加时尚活动 贴耳交流 深情对视 举止暧昧 就连好友自拍 两个人也是贴得这么近 哎呀这么近 再加上之前微博上的贴脸合影 你们两个这又是闹哪出和哪出啊 这是之前李晨参加某节目的采访环节 哎呦如此速度的说出冰冰的名字 看来冰冰在你大黑牛心里的地位可不一般啊 再听听李全自曝的择偶标准 大家对他们两个关系是不是也有点没目了 反正只要长得漂亮这些都可以忽略了 长得漂亮 就好了 长得漂亮年也无所谓了 年纪大了还是九年后 看哪个漂亮 漂亮就这点 圈里谁敢和咱们一姐范也比 再说说霸气 娱乐圈也没几个能和范也比啊 同样的时间 两人昨天再一同出现在了电视剧武则天的发布会上 但玩起撕名牌这怎么回事啊 小编也没搞清楚 我们的范也就立马脱下了15公分的高跟鞋 一扑把人大黑牛的名牌秒死 你别让他一定不会让你的 他就不让你 你就使出劲来 走 你怎么回事你 你真挺成绩的 我说李晨啊 在跑男的节目里 你和金中国都要厮杀个十几个来回 才会被撕掉名牌 怎么到了范也这儿才几秒的时间就out了呢 如果冰冰的绯闻男友李志廷也在现场 看到你们两个玩得那么开心 反应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没错李志廷真的就是在现场 但是画面毫无违和感 小编仔细一想不对啊 他们三个人是一起出演武则天的呀 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 难道这段时间 你们两个这份互动是在炒作